中央社谷库塔24日综合外电报道 委内瑞拉政府禁止外界人道救援物资入境 加剧跟邻国间的紧张局势之际 哥伦比亚移民当局今天指出 超过100名委国军人已经离开港哨且逃至哥伦比亚境内 法新社报道,部分委内瑞拉军人叛逃的同时 委国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汪格威德 呼吁军方放弃支持现任总统马杜洛 Nicholas Maduro 并帮助他把急需的人道物资运入国内 由于美国政府近日关闭接壤 哥伦比亚及巴西的边界 造成民众与军队在边界地区发生冲突 靠近巴西的边界地区传出有两人丧命 哥伦比亚民防官员还指出 美国与哥伦比亚的边界桥梁爆发冲突 导致285人受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Antonio Gutierrez 今天表示 他对美国平民的伤亡感到震惊且难过 并呼吁各方势力降低紧张局势 议者 陈彦均 108022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